记者贺敬贤台北报导 导演侯孝贤监制的强尼族批克 原来预计4月13日在中国上映 但因中国网军指称主角科宇伦是台独一人 台独是家引发抵制 发行该片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 26日发通知表示该片因故占款上映 莫名被扣台独 也让电影圈人士指出 此举可能并非针对科个人而来 中国先前在上月28宣布的31项会台政策 最终的主要核心仍是要影视圈表明政治态度 强骗台湾发行商镜像表示 强尼族批克确实收到大陆发行公司暂缓上映的通知 但发行公司并未对原因多做说明 故我们也不多做一测与联想 强尼族批克剧组将持续关切后续发展 一本初衷依然盼望这部影片有让更多观众看到的机会 强尼族批克原定党4月13日在中国上映 海报也已曝光 现传出电影因故战缓上映 翻射时光网科宇伦主演的强尼族批克刚在中国定党 他立刻被起抵视台独一人资料照 记者宋志雄社